剛才晶品哥提到的 美國現在在抵制北京東奧 五眼聯盟 馬上通通的來附和 除了紐約來說 他們是因為疫情關係 包含澳洲 加拿大的任何國家 都說Follow美國爸爸的腳步 今天其實我看到斷交的新聞 我也查了一下 白宮也回應了 白宮發言人怎麼說 莎琪說呼籲所有民主國家 擴大與台灣往來 我就很好奇 他先做 美國你怎麼不跟我們建交 你不是現在開明 剛剛民主峰會才開完 全球表率的民主國家 你為什麼不先跟台灣建交 這其實大家也在說 到底是我們台灣是主角 但是我們總是 好像被美國搞得 好像我們always是小棋子 好 等一下 剛才其實有一句話 在迪士尼卡通裡面 因為離開你的越來越多 所以留下來的越來越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有14個邦交國 各位朋友 現在14個邦交國 蔡英文的任內還沒完 他現在五年任期 還有 接下來 會不會破紀錄 還要斷幾個 我們不敢說 我們會不會增加新的友邦 你知道嗎 還會斷幾個 曉欣 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民進黨政府 他就是很會一招 叫做商事喜辦 就是越糟糕的事情 你要越說好棒 太棒了 我不要花錢了 對 臉皮要厚一點 以前在國民黨的時代 斷交過一次 斷交一次的時候 民進黨是怎麼說的 下台 馬英九下台叫什麼 外交休克 這四個字是蔡英文講的 蔡英文在參加總統辯論的時候說 馬政府時代 這叫做外交休克 那現在怎麼辦 他斷了八個國家 是 五年斷了八個國家 說是 我們外交史上最好的時刻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我們 雖然很多我們本來的朋友 都離開我們 可是那是中共的錯 罵中共 你不敢罵中共 你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商事喜辦 然後開始找一群人 就我覺得臉皮很厚 就講說 這些小國跟我們交朋友 都是我們要花錢給他 你看 跟他斷交之後 還可以幫台灣省錢 斷交好棒棒 也是斷交被他們講成 是一件很歡樂的事情 很好的事情 我聽完就覺得說 是不是很希望斷交到零為止 那你乾脆主動提出 說要跟其他國家分手算了 可是他們講的 這個是通篇謊言 他們一直騙大家說 邦交國斷了就可以省錢 你看 給他們這麼多的援助 還不如把他 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用在台灣的朋友身上 可是我給大家看一張圖 你知道嗎 在邦交國跟外交預算的關聯 邦交國變得越少 我們台灣的外交預算是越多 交叉點在什麼時候 在民國107到108年之間 108年 2019年的時候 開始黃金交叉 越來越多的外交預算對不對 可是我們的邦交國越來越少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是一個騙局 他跟你說邦交國少一點 我們可以省錢 省錢之後把這些納稅人的錢 用在台灣 或許他拿去用網軍 我不知道 但是最後的結果是一大堆的 外交預算開始增加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本來穩定的格局 被打破 所以政府就只好花更多的 外交預算 請別人幫我們講話 買業配也好 投資別人的智庫也好 想方設法 所以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馬英九時代的 外交政策是對的 他保持了跟美國 還有大陸雙邊好的互動 對台灣人來說 我們可以更花時間跟心力 在我們自己的經濟發展上面 我們台灣的民生上面 可是現在民進黨 斷了這麼多的邦交國 吳釗憲沒有請辭的問題 沒有任何人要對這件事情負責 他們說是中共 要對這件事情負責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在野黨 我本來就是負責監督你執政黨 所以以國民黨的立場來說 我是看你民進黨 有哪裡沒做好 那中國大陸 那是中國大陸他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 好像逼著每一個人思想檢查 就講說你有沒有罵中共 你有沒有罵中共 你有沒有罵中共 如果沒有罵中共的話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罵中共很簡單 我也會罵習近平好可惡 好糟糕 為什麼要這樣子去怂恿 我們的友邦等等 這很簡單 我剛剛也可以跟大家講 可是可以解決問題嗎 你只是嘴上去罵罵他 可以解決問題嗎 你有沒有更實際上面 在國際之中可以去讓所有的邦交國 穩定下來的辦法 基本上民進黨現在的態度 就是只能聽美國的 這一次這個邦交為什麼會斷 也跟美國拜登總統 在大概一個月前吧 罵了這個尼加拉瓜的 他們的總統 他說他們的選舉不算數 也就是說當我們的邦交國 他比如說他對美國有意見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跟我們斷交 所以我們的邦交國的經營 在蔡英文政府的時代 已經不是我們自己在經營了 是背後的美國老大哥 所以我們的外交 不控制在我們的手上 可是如果所有的事情 都是控制在美國的手上的話 那今天誰當總統有差嗎 誰當總統有意義嗎 今天總統是蔡英文還是賴清德 還是鄭文燦 對台灣人民而言有不一樣的地方嗎 沒有 因為現在基本上 你變成是美國的代理人 美國叫你吃萊豬 你就得吃萊豬 美國叫你做這個 你就得做這個 那台灣人民呢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蘇貞昌 他一直講說公投 你要照我的頭 不然美國人會生氣 為什麼他不在乎台灣人會生氣 他不在乎豬農的利益受到影響 台灣人的食安受到影響 他只擔心美國會不會生氣 就是因為包括邦交國 所有的我們的政治 應該由中華民國決定的權利 全部都雙手奉上給美國了 所以中華民國 他不是一直說 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嗎 所以這個中共很可惡 我們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要做自己 可是現在五年多了 你們去想想 中華民國真的有在做自己嗎 還是只是從本來可以在雙邊之間 求得平衡 求得我們自己的生存空間 變成是其他國家的傀儡而已 對 我們現在到底 是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馬英九時代至少跟美國跟兩岸 是有雙贏 但是現在我們好像 誰把我們的外交做小 我們現在怎麼感覺好像是 美國的西海 尤其是現在 中美大戰的角力的情況之下 我們連友邦的選擇權都沒有了嗎 就在我們被斷交的第一時間 好 感覺蔡英文還是在關心公投 為什麼 公投也跟美國爸爸有關 他叫我們買萊豬 你敢不買嗎 現在蔡英文說什麼都要 好好的安撫美國爸爸 好 我們親美抗中的代價 我們看到了 五年之內 我們斷交了八個國家 接下來 金華哥 其實我們回想一下 我們中華民國在整個外交的過程中 我們最輝煌的年代 大概是在1969年 那時候我們曾經有高達70個邦交國 我記得在我小時候 在走在台北街頭 其實很多的大使館 那時候真的覺得 我們中華民國真的在國際間 可以站得起來非常有面子 可是曾幾何時 我們在1971年 退出聯合國之後 我們的邦交國一路的下滑 這真的是一件非常讓人 這個覺得很辛酸的事情 但是我必須講 中共的打壓在國際上 一直是都存在的 國民黨面對中共的打壓 民進黨是一樣 所以我們的外交人員 都是非常的用功 非常的認真 可是正因為蔡政府 你的這個外交戰略的錯誤 才導致我們現在邦交國 一路不斷的下滑 所以我們知道就是說 其實一個國家的存在 除了你要有這個領土主權 人民之外 有邦交國的多寡 其實也牽涉到你國際的承認 所以為什麼大家覺得說 我們的邦交國仍然要維持一定的數量 我想以現在處境來說 我們中華民國可能不會淪落到 邦交國數目為零 但是可想而知 在蔡英文政府的執政之下 我們的邦交國恐怕後面 還會越來越低 我想從李登輝以降 蔡英文已經破了一個紀錄 就是在這個 我們比較過去幾位總統 蔡英文這個五年斷了八國 已經是一個破紀錄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非常不好的一個 很難堪的局面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可以想一下 在整個蔡英文執政的時候 我們的外交部是怎麼面對 斷交這件事情 第一個 甩鍋給在野黨對不對 甩鍋給中共 說中共打壓 甚至以前斷交一個國家 是非常嚴肅的事情 現在外交部竟然連記者會都沒有了 我剛剛就很想問 這一次連記者會都沒有 以前那個是你知道 下面記者座滿滿 大家要等著聽說 我們到底外交出了什麼狀況 為什麼又斷交了 現在好像斷的已經沒感覺 而且感覺剛剛 有麻痺了 小心他講到說 現在外交部感覺有一個謀略就是說 我斷交吧 當然是我終於可以搞大內宣了 一切怪給中共甩鍋在野黨 所以這完全不是外交部 該做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外交部 自己本身已經 不把外交工作 當成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在經營 他反而只去經營一些 怎麼樣能夠對內 能夠做政治動員 這第一個 第二個大家記得嗎 我們的邦交國 不好好的去經營 曾經過去有包括像立陶宛 這些跟我們過去比較疏遠的國家 我們跟他們建立的這個 比如說互設代表柱 當然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可是我們外交部長說 我們設立了代表柱 所以他這個激動不已 可是我想問的是 OK 你設立了一個代表柱 你激動不已拿來大作文章 可是面對有正式邦交的國家 你卻不好好的經營 然後放任我們的邦交國 一個一個斷掉 難道你外交部 沒有把工作的重點搞錯嗎 再第三個就是說 其實拉美國家 其實是美國的後院 照理說在美國的這個壓力之下 這一次的這個邦交國 應該不會發生斷交的狀況 所以可見這個中共在國際的勢力上 這幾年已經他要展現 他能夠跟美國抗衡的一個態勢 那這是不是代表說 美國的他們的情資 也沒有掌握到說 你加拉瓜要跟他們分手了 沒錯 大家可以看到 這一次這個斷交 這樣一個等於是連鎖 這邊宣布斷交 另外一邊馬上在北京 在天津 就宣布了一個這個外交的 一個這個建交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他們在事前 已經做了非常縮密的規劃 所以不只我們的外交部 沒有獲得事先的訊息 我想可能連美國的方面 都沒有獲得一個這個正確的情資 才搞出現在突然之間 發生這樣一個這個斷交的事件 我覺得重點還是我們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該怎麼樣 能夠增加我們自己的體質 增加我們自己的籌碼 我覺得在蔡英文的政府的執政之下 只會搞一些這個外交的衝撞 跟這個大陸的衝撞 可是你自己的體質 卻越來越薄弱 那這樣怎麼能夠開拓 未來的外交空間 我想最近還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會不會有所謂的這個 鐘擺效應 就是說會不會這個 老共打壓我們 然後害我們斷交 會不會其他的國家 反而會比較挺台灣 是由此一說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還有一點 我們必須要注意的是 如果我們只靠美國 在口頭上的相挺 只靠一些在國家 在口頭上的相挺 那我們到底實質得到什麼東西 很多國家他宣稱要挺台灣 挺中華民國 可是在台灣要加入 國際組織的時候 你看他們有提案嗎 沒有 他們只是嘴巴上說說而已 所以如果我們一旦 把我們的外交工作淪落為 只是要依賴別人 嘴巴上的口舌之力的話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外交的狀況 恐怕在後來還會越來越雪上加霜 而且美國這一次 其實他們對尼加拉瓜 是進行了一個外交制裁 因為他覺得說他們的選舉 都是這種騙局選舉 因為他們現在的總統 就是把你反對我 要嘛就讓你入獄 要嘛就逼你流亡海外 我就無敵了 然後當然他就當選了 所以現在美國 歐盟 英國 反正說穿了就是跟美國 比較友邦這些國家聯合起來 來對尼加拉瓜進行外交制裁 結果沒想到 他沒有想到說尼加拉瓜 氣到就分手 現在感覺是這個狀況 美國自己都搞不清楚狀況了 請問我們還要把我們的外交友邦 壓保在美國的身上嗎 吳釗燮現在已經多了一個外號 叫做斷交部長 冠勳哥 就順著小新議員剛剛講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國家 斷交的國家越多 我們的外交預算越編越多 所以絕對不是像館長講的 什麼要錢的國家 早點斷斷 快走不送 根本就是一個世紀大謊言 比如說我們從蔡英文上任開始 外交預算從221到明年 都編了快300億 可是我們丟了8個國家 照理說這個如果說真的是 要錢的朋友快走 快走不送 我們應該是斷交越多 省越多錢才對 為什麼斷交越多國 然後預算編得越多 幾乎每斷一國 預算就增加10億這樣 給人家10億 拜託你給我斷交嗎 所以這個是很離譜的邏輯 再來我們來開個玩笑 我不知道 雖然大家講說 這個尼加拉瓜是比較突然宣布斷交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聽到說 我們可能要把打不完的高端 送給友邦所以趕快跑